这座仓储位在江苏扬城湖 一箱箱包裹都是打包好的新鲜大闸蟹 大闸蟹因为气温偏高而迟到 直到近两天才是上市高峰期 因此物流中心24小时不打烊 我们把半次提交到五班 会增加我们出港的一个效率 大闸蟹从进港到出港 几乎都能在90分钟以内 进行一个快速的进出 为了保持大闸蟹的新鲜 每天有三架专门货机 从江苏运到广东深圳 深圳的生鲜超市几买人 当中不少香港人是一大早过关 特地北上深圳 就了品尝阳城湖大闸蟹 现在大闸蟹价格比九月刚上市时 下滑三成 而且还有下调空间 但是却传出大闸蟹身上出现疑似针眼 被怀疑注射液体增加重量 这个螃蟹的它的肌肉纤维比较细腻 就它的存水力是极低的 给它打针的时候呢 就本身有可能角度不对啊 或者什么如果扎伤了它的内脏 这螃蟹就死了 就得不偿失 专家分析 要帮成千伤万螃蟹打针 技术上有难度 而且会大量死亡 所以螃蟹的针眼 应该是自然生长下 与其他螃蟹打斗碰触 留下的伤口 TV新闻综合报道